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了阻挡 所有自由渴望 当一本信念 才不能抵抗 遍地掌揽气狂 来临凉乱芒 天地离人望 无畏孤众三 只怕长生香 别为药 别为药 我在心存大山上 去盼望 人生再奔向思念的脸庞 来临开 心无量是什么 一样最坏堂 如长剧 把我无悔的狂妄 如长剧 是遗憾 天不正干 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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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該介入她的命運 奶奶,我們真的不能救她嗎? 秀文,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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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好久沒有 退燒了 來,吃點東西吧 這些菜 哪兒來的 我看你大病出獄 特意做了點好吃的 給你補補身子 你看這裡啊,是個與世無爭的地方 就像白山村一樣 我的願望就是 等天下太平了 我一定要帶著我最心愛的人 隱居在此 白頭倒牢 待會兒 我們就回洛陽吧 你怎麼了? 怎麼突然要回洛陽? 沒什麼 只想累 不想說話 學武 我昨晚生病耶 很疲憊,想安靜一下不行嗎? 你想安靜一下 我們就更不能去洛陽了 應該在這裡再住一晚上 等你徹底恢復元氣我們再走 我想看到原來的學武 我哪裡不是原來的學武了 你到底怎麼了嗎? 你跟昨天晚上判若兩人呢 我昨天晚上是做了什麼了? 讓四葉您誤會了 你又不是沒有領教過周國那毒藥的威力 我身上還有大量餘毒未解 有長期奔波 再加上淋雨 昨晚說過什麼 做過什麼 我通通都不記得 你是說 昨晚的一切 我都誤會了 四葉你有自己的人生 還有命中注定相愛的那個人 我也是 奶奶說 我會和村子裡的男子結婚生子 所以我不可能待在這兒的 請四葉送我回去吧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那昨天晚上 產宮冒沒了 我們收拾東西 回洛陽吧 四哥 五弟來接你和四嫂回去了 四哥 四葉姑娘 我好擔心你啊 哎哎哎哎哎 講就講 動手動腳 經過這一夜 跟我四哥的相處啊 雪五姑娘 不是當初的雪五姑娘了 是不是 四嫂 您誤會了五言 哎呀 不要害羞嘛 四哥 我說你 你也要好好謝謝你這個五弟啊 昨夜尋你們不著 但是一想 你們應該在這裡 馬上派人過來找我 但是 我就把他們攔下來了 太師啊 哎 讀書人不懂風情 小別盛新婚 春宵一刻 值千金呢 我爹 嗯 我跟雪五姑娘的婚約 只是權宜至極 不能當真 那 我們起程回洛陽 太子還有你們倆一起參加 王山大節的慶功宴啊 四嫂 你還是做四哥的媽媽 我 我 我讓小公載我好了 嗯 我是說 讓四爺自己一個人一匹馬 會比較舒服 況且他昨晚整夜都沒睡 丁累壞了 好 你好 哎 哎 四嫂 四嫂 依舊雨不驚人 死不休啊 我還以為你們在鬧什麼脾氣 原來 昨晚你們 不記性 我爹 哎呀 我們走吧 好啊 馬上馬上馬上 四嫂 是這樣的 我四哥呢 其實 平時不太愛騎馬 他很挑的 所以他對這個馬術啊 很生疏 但一回生 二回熟 你們終究會知道 騎馬的樂趣 嗯 哎呀 噓 我們要走了 走走走 哎 你手放哪裡 哎 啟稟皇上 我軍已重新整頓完畢 預計在行三十里 明日便可護送皇上 返回長安 前面那個是什麼部落 回皇上 回皇上 應該是酷熙莫佐 他們為數不多 在這一帶 以放牧為勝 受了他 我們的將士 正是需要一場勝仗 把我們的士氣給整回來 遵命 臣立刻去被軍 全部抓起來 給我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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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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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要精神点啊 提告警惕 是 你们啊 看我们出去 看他这有啊 这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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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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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不认为 以你那么差的身手 能够混进我的率盈 躲开我所有的将士 顺利的有点不太对劲吗 你早就发现了 你是我这一辈子 第二个敢用这样的眼神 看着我的女人 另一个女人 在我的战场上叛逃了 如果你敢咬蛇自尽 我便杀了你的族人 里面有你的亲人吧 你不准对他们下手 知道我是谁吗 想也知道 一个拥兵自重 到处掠杀 抢夺百姓的军头 这种畜生 在边界到处都是 我是周国的皇帝 宇文雍 朕可以不杀你的族人 神举告诉朕 说你们酷熙默人 环境兼具四海为家 到处充满着敌人的威胁 朕 就是最喜欢 在威胁当中生存下来的人 身为皇帝养尊处有 懂什么叫威胁 朕懂 因为朕 随时都有可能被杀 刚刚你说的没错 但朕的国家 有几个畜生将领 他们不愿意听命于朕 只愿意 听命于一个 势力比朕还要大的 全臣 他可以比朕低头 甚至 还杀了朕的两个皇兄 就连朕 唾手可得的胜仗 都可以被他造作 朕 能不能活命 也要看这个人的脸色 你说朕 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威胁 朕欲当明君 但无奈 胜于乱世 只有让朕的双手 沾满鲜血 才能够让朕 拥有一统天下的能力 朕要靠自己 创造一个属于朕的太平盛世 一个能让百姓温饱 安居乐业的国家 一个再也没有人 像你那样颠沛流离 像朕一样 饱受威胁的世界 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 再也没有人需要颠沛流离 饱受威胁的世界 朕都会出现吗 会 而且放眼中原 就朕 一个人可以做到 朕 要你成为朕身边的人 成为朕的人 直到你看见朕 为你们创造的盛世 来 天女姑娘 这衣服浇了一块 还需要留着吗 要要要 那衣服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们有针线吗 我想修补那块烧焦的地方 天女姑娘 还是让我帮你补吧 这衣服是我弄坏的 我得自己修补它 那还是让我先帮你 把衣服洗干净吧 也好 谢谢 学友姑娘 学友姑娘 小冬 小冬 怎么了 不如 你们先离开吧 有事我在家里面 太多礼了 起来吧 起来吧 你起来吧 起来吧 那 那 总之你们就可以先走了 先走了 是 衣服洗好记得还我 啊 嗨 嗨 嗨 怎么了 哇 好好看 你这会不会很贵啊 我也不知道 应该挺贵的 而且很重 是习惯的 怎么了 没什么事了 有点紧张 明天见太子 找你说说话 我正好想要请你帮我个忙 你能不能帮我准备个马车啊 我想赶快回家 回家 回家 那 四爷怎么办 四爷有他自己的未来 与我无关 哦 刚才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不对劲 果不其然 那 我韩晓冬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可是在这个乱世里边 我比你懂得人情世故 你不妨什么事都跟我说说呗 我喜欢上了一个 我不应该喜欢的人 日子越久 就越深 越无法自拔 我很怕有一天 我会做出失去理智 甚至改变他命运的事情 甚至 我已经干涉了他的命运 才会害他中箭 害他差点身亡 我 我越想越可怕 他的命运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必须马上离开 我不明白 什么叫不该喜欢的人 你听我说 为自己爱的人 做任何的傻事 都是情有可原的 但如果那个人 你从命中注定就知道 他爱的不是你 他和你的这段恋情 根本就没可能 你还执迷不悟 那才是真的做啥事 总之 我需要你帮我尽快离开这里 拜托你了 嗯 免礼 这里有个库西墨女子 朕已经说服她了 朕打算明天 一回长安 便安排此女子 在宇文户的身边 做朕的眼线 是 可是 皇上为何要选择收复此女子 安排到宇文户身边 宇文户出身武将 一派粗人气息 向来就比较喜欢 彪悍的异国女子 把此女子带回去 必定会引起她的注意 把这个女子安插在宇文户身边 她的风吹草动 都不会逃过朕的眼睛 皇上 此等大人 这个女子可信吗 她的性命 和她的族人 上百条的性命 都会因为她的鲁马 而失去 令她也不敢出卖朕 朕明白 皇上 这是玉池炯给您的书信 她已被宇文户调至北疆边界 临走前索来书信 向皇上请罪 她也算是个将才 你回复她 朕知道她的身家姓名 都在宇文户手上 撤兵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朕没有怪她 真正的罪魁祸首 还是玉池 是 宇文户现在必定是 按耐不住 想要看朕打了败仗后 如何面对她 你马上派人送信 朕明天一回到长安 马上上朝 是 宇文户 朕也是很想你啊 宇文户 来来来来过来 快 ¡! 快快快 来啊 我要织了 你拿呢 来啊 来啊 我要织了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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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如此混乱 兵太子 是兰陵王说这些贱民御敌有功 应与士兵同乐 兰陵王说 是太子不嫌弃我们是贱民 要我们一起参加请公业 谢太子大恩 让我们得以同欢啊 是啊是啊 我们好久没有吃饱了 谢太子让我们饱餐一顿 太子 此时正是得民心之事 切莫长四爷绅士 平身 谢太子爷 谢太子爷 泰子爷仁德 是我大起之福啊 再盛丝 来 坐 来 来 这人了 来 来 这个人走 好 干 太好了呀 就 baseline 太好了 船 conocer 好漂亮 好漂亮 你多 TOMMA 好漂亮 好漂亮 超漂亮 要超漂亮 一定要拍照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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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爺 四爺 五爺 五爺 段太师 胡帝将军 杨将军 学武姑娘 这次盲山之战辛苦你了 多亏你识破了周贼的内户 使周国的军队不攻自破 天女姑娘 聪慧啊 此次盲山大劫 天女姑娘功不可梦 我们定当恳请太子 要论功行上 谢谢将军 杨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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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了 你们来了 官家四爷不宣教我们的贱民 仗头太子一起同温 大家不必客气 盲山大战不仅是我大齐的胜利 也是我大齐子民的胜利 一起同庆 理所当然 杨将军 杨女姑娘 真有福气 四爷不止如同士兵大哥们说的 慷慨大方 有福同享 就算只剩瓜果 也分于我们吃 也不嫌弃我们是贱民 也不计较我们的过错 对不对啊 对啊 我早就说过嘛 天女跟四爷在周国已经成了亲了 天女配四爷 这是我们大齐之福啊 是我们大齐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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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臣等参见太子 杨学武参见太子 这里不是夜城 不必多礼 快入座吧 谢谢太子 诸位 芒山一役 幸运我四哥及时率兵救援 洛阳才能大解 四哥 我敬你一杯 长弓不敢 因为太子防御有力 所以洛阳才不至于失陷 如果没有 段太师阻止多谋 胡律将军成功拖住了周国五万军队 再加上我五弟和杨世参 带领全军将士奋勇杀敌 军民齐心 光靠我长弓一人 如何能击败周国大军 能有众将士舍命效忠 实为我大旗之福 我敬各位 谢谢太子 此次与周军一战 周军伤亡惨重 想必我其能享片刻太平 也好好好地恢复战力 在场的各位皆功不可没 带我回宫以后禀报父皇 您一论功行赏 谢太子 启禀太子 臣似乎在午后时分 耳闻士兵们弹奏乐器 唱歌跳舞 启禀太子 太不所闻 只是将什么茶余饭后 为庆祝我军芒山大节 而编的乐舞 南登大雅之堂 不配太子娇贵之躯 太子如此亲民 深知庆功宴 请贱民同乐 不分贵贱 狐狸将军 此言有被太子的为人吧 太吾所言极是 本太子也想好好欣赏一下 传中将士 广场献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处 万一 传突 何中共 他 传缘 し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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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过于太子吗 蓝陵王入阵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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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爷的意思是 家世是因为你们是至亲的手足 国是 是因为终有一日 您将会成为一国之君 四爷与情与礼 都会不顾一切 保护您脱离险境的 这 他不会考虑到什么危险 后果的问题的 他对您一片智胆忠心 学武姑娘 你这是欲盖弥彰吧 太普大人何出此言 学武虽然不是与四爷门当户对 但好歹也是女娲面前 名媚正娶的妾 敷上敷嘴是很正常的呀 倒是太普大人 关谷建经 皇室内的手足斗争 终究是一场空 幸好四爷与太子感情甚多 四爷眼睛中指手 为太子将来的大好江山点击 怎么您反而下个弄辰 挑拨离间 颠倒是非 您贵为太普 不是应该好好地观星象 占卜吉凶吗 在洛阳这一战 您可是太子最亲近的人 您去欠太子 在周军如此大的威胁之下 这分明就是 太子 学武姑娘 是心系你的安危 一时冲动 如果有得罪太普大人的地方 本王待悲之前 你先回家 你回去喝酒啊 杨薛虎 杨薛虎 你为什么就是不好好听奶奶的话呢 你为什么要用一口 你怎么会吓唬那小人 代表大人 你不能进去,您会喝多了 你们都出去 没关系,有事 我会再叫你们 是 太夫大人 雪武今日 在周末葵会之下 让太夫大人您颜面尽失 雪武申表歉意 在此向您致歉 你别以为几个渔民 把你称为天女 自己就不可一世 我就动不明白高长弓 怎么就把你当成宝了 她也不想想 她的一个妾去周国 待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说不定早就成为 人尽可夫的妖女了 你 太普大人 太普大人深夜来访 满身酒气 对我的妾有何意图 我来 是告诉妖女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也不管你凭几招 什么神力乱象 跟高长弓一起收买人心 我跟太子没那么愚昧 你们今天使我难堪 我会记住你的 大人 太普大人 您真的是喝多了 怎么摔了个狗吃屎啊 以后走路小心点 千万别再摔了 太普大人 太普大人 小五 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欺负你啊 难道你要我袖手旁观吗 我不要你救我啊 我宁愿被他昨天欺负 我也不要你替我说话 为我出气 我不要你为我惹祸上身啊 你别生气了 你要是不在意我 你怎么可能为了我只身潜入周国以身试毒 只为了替我取解药 你怎么可能让我相信 你对我没有感情呢 雪武 雪武 你到底在怕什么 四爷 你相信我奶奶 能够看见过去 也见得着未来吗 嗯 那如果奶奶说 我俩并无缘分 你也仍然相信吗 若非三千 你偏偏只取一瓢瘾 我既不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 你何苦对雪武苦苦纠缠吗 本王只知道 如果今天让你走了 本王定会相似成疾 终身遗憾 这是我预料到的未来 真的 我跟你保证 四爷中将会忘记雪武的 因为 很快就会有一个姓郑的女子出现 而她 却会是你唯一的妻子 郑飞 如果没有呢 好 咱们要赌就赌大一点 如果说 真的有你说的那个什么郑飞出现 我心甘情愿 立刻放你回去 但要是没有的话 你要知道 我们大齐的律法 一旦欺骗王族的话 是重罪 就得惩罚你 一直陪着我 永远不能离开 雪 我不会和你打这个赌的 我只想回白山村去 如果本王要你留下呢 我 本王求你 为我留下来吧 好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只要那个郑飞一出现 请四月演出必行 立刻放我走 你是大大的马蹄 滚滚了我的红尘 不够追寻冰天雪地 一尊光明一尊心 一遍未定 一朵雪花一朵梦记忆 四月 今任之事 祖廷和太子他们 不会善罢甘休的 奶奶说 我不怕 不管未来怎样 本王只看眼前 本王只求 问心无愧 不要担心了 你 你 然而轻 还很誠実地欢迎 我敬你 一杯一干而尽的秘密 我在南京 憧憬你的背景心 我和你 不信心心不想你 你是天意 你是大大的马蹄 滚滚滚我的红尘 复复追寻明天雪地 一尊光明 一尊心 一朵昙花 一朵梦 一朵雪花 一朵梦境 一一抱在手掌心 一颗尘埃一菩提 一颗流星 一个你 一心一意 碰在手掌心 偏偏我越抱越近 偏偏我越爱越开心 偏偏要爱到万千穿了心 才死心 左手掌握着空隙 右手掌握着痴心 十指尽口 一半心尽 刻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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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 你不敢信 可不可以不愿意 如果可以 那我还给你 你不敢信 可不可以不愿意 你不敢信 可不可以不愿意 你不敢信 可不可以不愿意